这支箱是我们所谓修本尊 这个名词可能听起来有点生疏 甚至还很多人对这个有点误解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绍 本尊就是你的佛性 那本尊什么样子 那就是佛性的呈现 体是佛性 像是本尊 那么用当然就看你怎么去用它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密法 当成很神秘 不可思议 或者是修了以后就会怎么样 就会得到大加持 事实上没有 你能不能得到加持 我们打个比喻就 你要灌进多少水 那你先得有多少容量 那在这容量要慢慢的加大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 还是要补露 还是要补露 补缺 不能一面灌进来 一面露 所以这里面呢 当你要修行之前 会露掉的就露掉你的功德 什么露掉你的功德 你的坏的行为的业力 或者坏的行为的习气 就是你会把功德露掉的最主要的管道 那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口意 那生口意你是把它拿来当功德 用的工具 还是把它拿来作为犯罪或失的工具 生口意本身没有善恶 在你没有动它之前 它没有善恶 那你用善来用它 它就变成善的工具 用恶来用它 它就变成恶的工具 也就是说我们生口意 其实本来是中性的 不善不恶的 它会变成善 变成恶 都是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 这些本来没罪的 变成待罪的羔羊 我们常常是犯这种错误 你生下这个生是业障吗 除非你真的有业障 所以这些只是因缘所生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生下来 就专干坏事 有些人专干好事 有些人很优雅 有些人很龌龊 这到底怎么来的 这些因缘所生 它凭什么因缘而生 当然像我个子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妈妈个子小 所以这个身体 跟你的父母的遗传基因 就有关系了 但是你里面的内涵 其实大部分 还是延续于你过去的 业力的 就是喜气 你来这边取一个身体 那用这个身体 又变成你修行的工具 那反过来讲 如果坏蛋呢 你过去已经有 很糟糕的业力 今天又得到一个身体 拿这个继续造恶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就要晓得 如果你要让你的身口意 从本来造不善 变成造善 只要改变你的想法 就一切改变了 思想意业一改变 身跟口就跟着改变 如果意业不改变 那身跟口只是你的工具 譬如说 你的嘴巴会自己骂人吗 不会嘛 一定是里面有一个 想好了怎么骂人的那个想法 然后借着嘴巴就骂出来 所以修行要不断地做内观 内观根本的下手处 是看着你的起心动念 那是最根本 所以会修行的 是看着起心动念在修 包括我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在念阿弥陀佛 要检验的是 你用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 你的阿弥陀佛意义在哪里 这个叫做去观起心动念修 你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处理 只是不断地念阿弥陀佛 没有什么功德 因为里面根本就没内涵 所以善跟恶不是嘴巴在决定 是心在决定 有没有功德是心在决定 不是身跟口在决定 那懂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就会把整个修行的重点 掌握到 不会盲修瞎练 弄半天 完全没有作用 你以为你已经修很多了 完全没有作用 那这个就是你起心动念 我们刚刚也讲过 其实带着走的是你的 这个意识流 心意识 那他走的时候就尝到巴士 就以一个巴士包装着 然后就到处飘荡 然后再取他的心声 在这段时间就叫中阴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活泼泼的 中阴就在你这个身心里面 所以你只要把它弄对 那中阴绝对不会辜负你 你给他什么他就什么 他不争不减 所以称他为无忌 他不会分别的 如果巴士会分别那好办 就一个机制转过去 我只记录好的 不好的我通通不记录 那问题是他不能这个样子 他也不听你指挥 他只有如实地做记录 所以我们会起什么心动 什么念 就以当下来讲 是过去业力 业习在当下的成前 我常常要强调这个观念 就是说不是一念不生 叫做修行 真正的修行是你起心动念 才能修 你一念不生没有修行 就保持在一种念头不生 不加分也不减分的状况 而真正要增减你的分数 必须起心动念 那一样修行的开始 是你有了起心动念 才是修行的开始 诸恶莫作修行 你恶念起来了 马上把这个恶念丢掉 修行 众善风行 修行 起了一个善念 我知道它是善 去做真正的修行 好不容易起一个善念 我要保持这个善念 还要把它前后想清楚 这个善怎么落实 修行 那一样的 恶我知道不好 但是它不断的起来 我很不想理它 它还是不断的起来 你就针对这个去探讨 修行 慢慢就把这个坏的行为 就把它解决掉了 把那个善的行为 让它成立了 这个就修行 所以你没有起劲动念 没有什么好修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要念佛 你如果嘴巴不念佛 心不念佛 你现在在干什么 要么就是没有在干什么 无意义 空过时间 要么就打忘想 讲坏话 造恶业 所以念佛有念佛的 积极的对峙性 就我提起这个 就是要对峙那个不好的习气 但是这样还不够 但是至少它已经有这种功德 它能够对峙你不好的习气 那接着呢 我们就 我现在在念佛了 就以这个念佛内涵 我再进一步去探讨它 那就变成智慧 变成功德 比如说我一个佛号 这个佛号代表的是无限的慈悲 无限的智慧 那你在念这个佛号的同时 我们一般慈悲怎么展现 你当有人慈悲的时候 你会发觉全身有一股暖流 温温的暖流 所以慈悲一定是从能量来 正面的能量的显现 它就变成慈悲 而那个智慧是从照见来 光明来 所以这样又可以把抽象变成一个 具体好像一个友相可以掌握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要让全身充满着温暖 充满着光明 那你念那一句阿弥陀佛 就体相又偷偷游 而且你会有觉受 越念全身越柔软 越温暖 越念心越清净 那甚至进一步 你可以进入一个大光明里面 这个都是可以检验的 你只要用对的方法 慢慢就会对的结果就出现了 你没有用对的方法弄半天 不会有对的结果 要如是因如是果 对的因就会产生对的果 对的因不会产生对的果 所以知见还是很重要 就一些正确的观念的讯息 所以为什么修行要讲 不是私修 你现在不懂 要去听嘛 听完也要去消化 消化也要 以后要去检验嘛 这就文师修啊 所以我们不是天重英才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过去有多伟大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自己 最好还是多讯息 多深入精湛 多文法 多清净善知识 多清净善的法律 也就教一些有修养 有学养 有修行的朋友 从他身上 从他建议里面 我们多少可以有一些改善 那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到古原寺来 我相信你在心里面是认为 古原寺是一个红法的地方 是一个不错的道场 我去哪里多少 应该可以学一点 信息一点 就由这个动机来 那这边是不是有法 那不晓得 即使这边有法 你是不是学得到 不晓得 但基本上 他应该要有法 你应该要有心 这样就能够相应 慢慢的你的身心 就调整上来 但是现在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拒绝学习 我们坚持我知我见 坚持自己的习气 坚持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都对 除了我对之外 没有人对 如果你是这样子 在修行的话 那么颠倒加颠倒 一定很糟糕 因为你不断地 纵容你的错误的知见 你不断地 纵容你的行为 去造恶 你不断地 纵容你去跟 法界对立 跟众生对立 这样能修 越修越糟糕 所以业障会越来越重 福报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很严肃 而且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还是真的要 好好看好 自己的起心动念 如果把这边 根本看好以后 那些不好的话 不好的行为 你不会做出来 绝对不会做出来 那你就是因为 没有看好这个 没有看好那个就是说 完全随着你的习气 你的意识流的一种惯性 再表现 再想 再说 再做 如果这样的话 那永远 再修 那我的习气越重 越修 我越坚固 我越坚固 就越不可能解脱 越不可能自在 所以 首先当然要把这些弄好 那反过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修本尊 因为我晓得 这个我啊 这个习气啊 是不好的 那本尊至少 我把他想 他这就是佛菩萨的体相用 所以我把这个 佛菩萨的体相用 拿来跟我互相配合一下 作为我的行为的引导 这个就相容 你简单的说 比如说 现在有一滴墨水 然后滴在这个地方 好黑 那你怎么 就加进来清水 它慢慢就稀释掉 慢慢就稀释掉 也就是它的影响力 它的遮障力 浓度 就慢慢稀释掉 比如说我们说 最近 最近这几天 好像空气品质还不错 那空气品质差跟不错 到底有什么差别 就你看天空 万里无云万里天 那就品质很好 如果看上去就萌萌的一片 那品质不好 所以清净就没有污染 慢慢的清净就污染 越来越少 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就这样而已 所以修行其实是慢慢的熏悉 因为你要有今天的成就 你会固执到今天这个样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你要把这个固执慢慢拿掉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拿掉 但是是这样子吗 若找到了开关 随时可以拿掉 你心息再久 无名再强而有力 只要你懂得方法 瞬间就解决掉 就好像我们千年的暗室 那一盏灯一打开 千年暗室 马上就光 这间房子昨天才建好 一样是暗的 不打开灯一样暗 那千年古屋也一样暗 但是只要有灯 当下就亮 这灯就是智慧 灯就是用我们的如来藏 用我们的佛性 用我们的正知正见 来取代学知学见 所以学佛是修行最直接了当的一条路 学佛就用拿佛的知见来作为你的知见 是最直接了当的一条路 你修得好不好 就检验你能不能随时提起佛的知见 那佛的知见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本来清净的知见 没有我之前的知见 不建立我不被我所影响的知见 那就佛的知见 也就无我的知见 我是由无明形成 无我就是没有无明 那无明当然因为累生累劫的 欣喜的强度 所以有些人无明比较重 有些人无明比较淡 但是相对的还是有浓淡的差别而已 要真正完全没有无明 那必须在每一个当下修 每一个当下都在呈现 那些无明的遮障 你怎么一分一分的把它拿掉 你知道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本来不应该这个样子 你当然就要把它拿掉 不要重容 不要我已经习惯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都 你为什么这么没修养 那我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真正的我 我不折仗 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要骂就骂 真正的我 真正的准备下地狱的我 也没有人救得了你 所以千万不要被自己骗 还是要多学习 所以我们的本尊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它就在你的面前 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披露真阿佛 那你好好地欣赏它的庄严 好好的刻入你的巴士田 他的眼睛长得什么样子 也很有鼻色 就三十二项八十种 随行好 好好把你的身体 慢慢变成那个样子 即使身体不能变 但是至少这个向好庄严 在我的心里面 已经慢慢地越来越坚固 一想就有 那这个你就有机会了 我们说向有心生 你这一世长得怎么样 其实跟你的业力很有关系 也就是你带来了那个心的内涵 你会长得丑陋 就代表你那里面有丑陋的成分 而且还占的比例蛮大的 反过来你长得很庄严 就里面是有很多庄严的成分 所以像真的是由你内在而生 如果我们从为世的角度来讲 那真的 其实一些现象都是你心所现 巴士里面的种子起了现形 跟外面相应的东西相应 那当然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会不太愿意 而且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明明你看到这个椅子 你怎么说椅子是你生出来的 人家都看到了 没错 那个椅子真的不是你生出来的 它是因缘所生 它因缘所生不是你心所生 但是它跟你的关系是你心生出来的 它跟你的关系是你的心生出来的 它是因缘所生 它不是你心所生 那开始跟你互动 是你心有了这个椅子以后 这个椅子对你才开始有用 才开始会起心动念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呈现那个我 其实那个我简单地说 那个我这个身体反而不是很重要 这个我是当下那一念 你一个人内涵其实是很复杂的 但是在一个瞬间 其实都被当下的那一念代表了 我现在生气 当下你过去都有修养都没有用 当下就是生气 我现在不满 当下就是不满 不管过去你都幸福 当下就是不满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不晓得 当下瞬间就过去了 抓着这个瞬间的当下 把它当真 抓着不放 你不是无名 还能用其他一个名词来形容你 所以所有的痛苦 烦恼 统统无名所生 无名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抓住了以为什么是我 过去如此 现在还是一样 当下还是一样 你起了一念无名 那就产生无名的动机 就产生无名的想法 接着下去就通通错 但是当你如果认清楚 这个无名其实不存在 是瞬间的一个习气的幻变而已 你马上把它放开 那无名就变成本然的清静 就好像念头恶念起来 好像有恶的内涵 当你不抓的时候 恶念长得什么样子 不是清静是什么 不是空性是什么 所以真的 这个部分要好好的理解 从理上的理解到世上的实践 这个就是修行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用习气在学 用习气在理解 所以正确的知见 总是建立不起来 正行 当然更不可能现前 所以懂了就简单 不懂就很难 尤其你如果亲见的时候 就没有人可以再骗你 如果只是道听徒说 谁都可以骗你 所以你不好好修怎么可以 不要被人拎着鼻子走 包括你要修本尊 也是靠你自己修 他在庄严是他的事 但你能不能取他的庄严 变成你的庄严 看你要不要 他又没有专利权 他摆在那边说 你不能看我 你不能学我 又不像现在的专利 登记了就不能再登记 没有 在法界里面其实没有所有权 在法界里面任何东西都没有所有权 如果说他有所有权 第一个应该属于他自己 问题是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够 都保不住自己 因为自己不是自己生的 都是由别的东西生出来的 所以他根本就做不了主 我们懂这个以后 其实慢慢你就会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不会被任何东西骗 物质骗 有情骗 到最后 事实上是被谁骗 被自己的分别欺骗 所以修行的第一步 要取什么 不取什么吗 那当然 就从我们的习气来讲 首先要有所取 所以才会告诉我们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接着下去以后 善跟恶是谁在定义 所以到最后是越来越往 里面我讲一点点 为事方面的概念 我们为事从两份到三份到四份 这个也是一个眼镜 我们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意识里面 其实最原始 它会产生意识 就是很明显的 有所谓相份跟见分 那相份就包括了 色生香味触法 见分就隐藏在 见闻秀藏觉知 那事实上 这些东西 它会变成一个 你意识里面能够记录的 我们现在稍微想一想 稍微把它想一想 比如说我经验过一件事情 它为什么带着走 那些事情很明显 就保留在那边 它不会跟你走 谁跟你走 叫六层圆影 就色生香味触 虽然那个经验的影子 经验的习气 经验的感受 它进来了 到你巴士田里面来 因为这些是影子 根本就没有体积 所以装再多都不会满 那里面装再多 它都会自动消失 只要外面 跟这个事情有点相应 它马上就跑出来去 跟它相应 所以就这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晓得 我们的意识的内涵 就只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开始谈的时候 当然简单的 就因为根跟沉 那沉就像份 根就是见份 就这样 其实它见份跟相份 是眼睛能看吗 眼睛能看吗 是里面的意识在看 那个是在看 所以是里面同时 就涵盖了根 跟根所取的臣 就这样子 出去以后作用 就有相份 见份 然后呢 这样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佛法 最原始的佛法 只讲六事 没有 第七第八 但是呢 你为了要去探讨原因 为什么这个世 会有一个主人 这世是从哪边来 一定有一个指挥者源头 那好 就创造一个莫纳世 就第七世 第七世就 自正份 自正份就把这个见份 相份 当成我 我认为什么 我看到什么 这叫自正份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就很明显 因为有这个自正份 这个我在 所以他就永远就不能解脱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还能够更大的机制的 这一个就叫政治正份 所以维世也是慢慢这样 一层一层发展上来 那佛法的演变 也是一层一层 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深 越来越严谨 那这里面 当然讲是这么讲 那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怎么用 知道了 原来政治正份 就是我们的阿赖耶士 但是阿赖耶士里面 还有一个政治正份 阿赖耶士本身 也有相份 也有见份 也有自正份 也有政治正份 所以讲说阿赖耶士就是政治正份 又不完整 又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对 所以政治正份 有离开见份相份吗 没有 所以政治正份也在六世里面 就前五世也在六世里面 也在七世里面 也在八世里面 所以这个政治正份到底是什么 政治正份在《能且经》里面讲 就叫做自觉圣志 所以政治正份 应该如果要讲 可以讲就是第九世 欧摩罗世 但这样讲好像就越讲越复杂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简单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这六世里面是直接我们能用的 我们那个我执我见 那个阿赖耶士 它是巨生的 从那一面无明开始 这个我执我见就已经在了 除非你解脱 不然永远都在 所以这个自正份 一方面就是无明 一方面就是我的根据 而那个政治正份 没有我之前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又跟 禅宗在参的 父母卫生之前的本来面 又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懂这些道理以后 你就会 原来佛法它整个发展 是有它的历史的脉络 不能讲厚厚 一定赢过前前 但是厚厚有厚厚的条件因缘 有条件因缘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 你也会慢慢地了解 为什么从原始佛教 然后发展成大圣佛教 又从大圣佛教发展出密教 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 但是不是修密的人 比修大圣的人高 大圣的人比原始佛教高 不是 除了这个修的人涵盖在前面 小的意思吧 就你修大圣的人 有原始佛教的 不执着无我的观念 有出离心 这个当你的底蕴 就当你的基础 然后再发菩提心 这样子的修大圣的人 当然赢过前面 那一样的 修密圣的人是不是已经 一定赢过前面的 不对 你修密圣 如果只求自己解脱 要什么要怎么样 那根本就连小圣都不足 小圣至少还强调 清净行嘛 什么东西都不能染 要强烈的出离心 大圣要强调饶育众生 结果你修半天 你要成佛 而且要快速成佛 那根本就完全没根据 但反过来讲 如果我修密圣的人 既有出离心 又有菩提心 又很扎实的 依着依鬼这样观修 那当然比前面高 他有他殊胜的方便 方便就是方法 他有他比较精密 周延有效的方法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 就前面都把它丢掉 我只要学上面这个 那完全没有根据 所以现在当然 密法也很盛行 但是哪一个人修出功德了 怕的是还没有修出功德 就神经兮兮的 又着色 又着财 又着什么 修财神就是要钱 修咕噜不略就是要伴侣 如果这样 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来修密 糟糕 整个密法真的是邪魔外道 所以诗上 大圣绝对是佛法 密圣也绝对是佛法 他为什么称为佛法 他建立在佛法的根本之间上 想出来的办法 想出来的鉴定 这样就没有离开佛法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都强了自己 多厉害 多厉害 那就完全不是佛法 根本 那我没有 不仅仅我没有拿掉 我还特别有力量 特别坚持 那这样就违背 真正的佛法的根本意 所以 一样的包括我们在 讲四一四不一 第一个就是 依法不一人 那这句话绝对 佛本身就这样说了 你不要说因为是我 说的话 然后你就不假思索的 因为是佛说的 所以绝对不会错 如果你这样 你没有真正懂我说的话 佛本身就这么说 是依法不一人 你要检验我讲的话里面 有没有道理 千万不要因为我说 你就相信 重要是那句话 本身有没有道理 不是谁说的 所以我们儒家也说 不能因言废言 不能因人废言 不要说一个坏蛋 他讲出来的话 你一句话也不听 不对 坏人有时候还是会讲出 很有道理的话 很有智慧的话 好人 相怨 他是好人没错 讲出来都是没有是非的话 所以千万不要依人 不要依人 不依法 接着以后 当然就是依义 不依文 好 现在我们要来探讨法 我也相信这是佛说的话 那他的真正道理 是在讲什么 不要在文字上打转 要晓得他文字的弦外之音 这样就真懂进去了 死在俱下 就是停在文字的解释上 一文解义 三世佛缘 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讲经说法 都一文解义 根本就讲不进去 跳不出来 他只是在文字上 把他改成白话文 甚至有些人 才引经据典 引的都是外道的经典 然后乱讲 乱讲一通 1250人 他都可以讲成125 什么那些的 那个就是莫名其妙 所以第二层就是要 一意不一文 接着下去就 一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你这样讲 他到达什么层次 能够跟实相相应吗 能够跟解脱相应吗 如果不是 那是不了意经 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经典 大部分的经典 虽然是佛所说 大部分是不了意经 因为他对机说法 每一部经都有他的当机众 这当机众就这种水平的 当然我就只能讲它 可以理解 可以运用 但是还没有到底 还有没有到底 那么第四层就更直接了 就一致不一事 好 那致是什么 事是什么 你在想东西 你认为什么 那不是事 那还是致吗 所以只要起经动念 通通是事 跟事无关 事就照见 了了分明 不假思索 如理 这完全可以跟实相配合 那叫治 所以我们在没有分别心 治前 是治 但这时候是不能使用的治 所以治又分成根本治 道种治 一切种治 那道种治就叫后德治 所以你单有那个根本治 起不了用 所谓根本治就是确定一切法 本来平等 本来信空 这叫根本治 那道种治呢 它虽然信空 可以随着缘起 显现所有的相 起所有的用 这个叫后德治 叫利他治 所以当然我们修行不是说 你正道空性 正道空性才开始能够行菩萨行 对不对 正道空性是开始脱离 这些轮回 痛苦 分别 执着 这些 但你要到达佛 对不对 不上正能正觉 当然要这样子 慢慢还要再修上来 所以千万不要贪快 不要怎么样 不要我一下子就想怎么样 然后做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 或者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然后就想得到那个大果 没有的 没有的 不可能 那在因缘果报上都不如法 讲不通 讲不通 所以当然我们也晓得不是那个方法不对 那个方法是有限的方法 就有对积的方法 有对峙我们的习气的作用 但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像吸引你一样 你只要这样子就能够成就什么 那个要进一步检验 所以一样 我们修行你懂多少 你才能做多少 你如果不懂 做不了 那当然在磨灵两可的时候 要靠检验 所以理跟士 其实它也是相依的 理有多深 士有多深 那士有多深 理也相对有多深 因为它是相应的 它是相应的 有些要用理来带 有些要用士来带 用士来带理 用理来带士 所以它两个其实相辅相成 不依不易的 不能脱开 如果你完全不懂道理 你要修什么 怎么修 根据什么修 所以理事 理事甚至还可以这样理解 也就是说 对我们新的训练 你一定要先训练出你的专注 专注 你才能透过这个专注去研究 你要研究 专注就是指 研究就是观 指观双运 那一样的 你的专注 能力越强的时候 你分析的能力相对就有条件更强 因为你可以保持那个专一 不专的深入去探讨 一般你指不够 你到这边 你就破坏掉了 那只专注力 就好像我们读书也是一样 那比较有内涵的 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的 安住在 它要安住 不然的话就读到这边 你就觉得无聊 不然的话就读不通 你当然就要跳开了 所以这两个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 那我们在这边做 其实多少就在训练 你的身心的自主性 自控性 你要不动就能不动 你要动就能动 你要不想就能不想 你要想就能想 就是要慢慢训练这个 那要想不想 那个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能够想你该想的 你是不是能够停下 你不该想的 这个是跟你有切身关系 但是什么叫该想 什么叫不该想 你没有知见 你没有闻 没有信息 怎么晓得 什么该想不该想 所以还是要 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就你要修定 一样的 你必须透过文师修 慢慢的信息 那慢慢的定 才能够成就 真正的定 那现在我们其实是 相对的散乱 然后让它变成不散乱而已 好 那既然是我们的 所有的业障痛苦 都是因为我而成立 这根本因 所有你的烦恼痛苦 都是你想出来的 你的心所生 所以你若要不跟烦恼痛苦相要 直接就拿掉这个想 所以我们现在修 有一种叫无修之修 就用这种最根本 因为我要回到我原来没有修之前的那个东西 还没有照做之前的东西 一念不生之前的东西 我知道到那个地方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之后都有问题 所以我这个变成我的根本之见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修 动念机关 不管想好想不好 都不是实想 都是妄想 你确定它是妄想 知非即离 离非即绝 知道它不对了 那我就离开它 离开了不对 就到对的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修法 其实我们这边要介绍的 要训练的 是训练这个 这个叫大圆满的修法 本静的修法 你相信 你本来是清静的 这不是你相信 而是佛如是说 这些大成就的主是大德如是说 他们也就这样修这样正 所以在那么多 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复杂那么多 而且想一想 好像都有问题的状态下 其实我觉得这条路 反而是一条 直截了当的路 因为你要没有痛苦 很简单 你没有念头就没有痛苦 对不对 没有念就不会有痛苦 痛苦就在你的痛苦的念里面 当你没有念痛苦就不相应了 所以由这个地方去 好好地下手 那要下手 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强调 要做多久 要怎么样 其实你只要随时保持轻松 那刚刚已经证明你的觉知 从来没有消失 你就保持那个觉知就好 不要保持你的念头 什么叫保持念头 不保持觉知 不断地提醒自己 要保持觉知 要保持觉知 那就是保住了念头 没有保持觉知 不要起心动念 去规定自己要怎么样 反而要把规定自己 要怎么样通通放掉 甚至要推动你去干什么 也把它放掉 也不禁止想什么 也不禁止自己 一定要去想什么 这个就大圆满的修法 本境的修法 你就只要维持不照做 不照做就无为 你当下就跟无为相应 你一照做就跟有为相应 除非你的有为是有意义的 譬如说我现在要观想 本尊的像好光言 庄严 这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要念佛 这是有意义的 那有意义 意义在哪里 讲得出来吗 当你说也说不出来 就代表没有意义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你都要自我检验 自己好好去检验 自己才能受用 到底用什么方法好 你一定要自己去用 才会 那个方法才会变成你的工具 那个方法就是道 工把 就是你的修 那之间是C 就是根基 你的根基 你的因 那保持这样观念 不断地去弄 就是在道上修 那这个观念变成一种确立 这根本之间 经过检验 经过修持 身口一合一 礼跟事相应 那就道果 这叫基道果 或者因道果 所以我们懂这个以后 其实 不管你过去懂多少东西 你过去懂得越多 越容易听懂这种道理 你过去的基础越好 越有条件修这种法 那反过来讲 你过去都没有知见 也都没有基础 修这个法 最直接了当 因为它不需要你懂太多 不需要你懂太多 我们就懂太多 让我们烦恼那么多 我们就是因为懂太多 所以被这些懂得 把你制约了 让你不自在 把你规范 所以 懂多是为了要突破 懂多是不必要的 懂应该懂的才必要 懂应该懂的 那我们这样想好了 虽然是2500年前的人 那时候的身心比较单纯 但是那时候的人的智慧 真的有比我们现在高吗 没有 他之所以可以解脱 可以正果 就是因为没有像我们 有那么多的包袱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他们说放下就放下 说提起就提起 说提起的 应该提的 放下应该放的 他心安 他没有矛盾 没有挂爱 对他解脱了 我们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提不起 所以一天到晚想解脱 硬是不能解脱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 不是没有智慧 是心思太多 心思太复杂 想法太复杂 不晓得这些想法 都是妄想 然后就被他搞混了 所以现在要慢慢地训练 我就是不想 不念 不硬 回到我本来的觉知 不反应 觉知不反应 又跟原始佛教 完全match 所有的内观法 都强调这句 觉知不反应 觉知 不会变成散乱昏尘 不反应 不会变成造作 不就是在修这个吗 不被静所转 如如不动 那觉知 如果真正永远就不反应 那觉知有什么用 所以为什么讲这句话 不是究竟呢 觉知是为了要如理反应 不是不反应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如理 一反应就错 所以第一步叫你觉知不反应 做到这个以后 不为静所转的 才能够心能转静 极同如来 当你已经有这种定力 不被静转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开始训练 我那份觉知的全面性 我该怎么转 你这个不理想 我帮你动一下 心能转静 但是不是被业力转 是一致不一是 是是落在分别里面 到最后你一致 就是说如实如理的 就这样反应 这个反应就正 正确的反应 如来应共正辩之 它十种名号里面 其实都包含这种功德 所以绝对不是觉知的不反应 但第一步要先能做到 觉知不反应 然后慢慢地 把那个反应的惯性 反应的惯性是来自你的 习气业力 来自你的造作力 先把这个给停下来 那停下来以后 它就变成 不再落在有违的掌控里面 狂心已歇 歇的狂心 即是菩提 菩提就是觉知 菩提就是智慧 菩提就是如来藏 拿这个来随缘启用 这时候就是菩萨行 所以当然修行还是有 还是有各个过程 好 讲这些就是罪了 这只要是要慢慢地 引你们进来 把观修本尊当成正行 当成有意义 不要来这边两天以后 回去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这边星期两天 回去还是回到原来的 那个就有点可惜 星期以后你回去还是阿弥陀佛 但是你在那里阿弥陀佛的时候 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弥陀佛 是当下的阿弥陀佛 当下的阿弥陀佛 保持着觉知的阿弥陀佛 保持着菩提心的阿弥陀佛 保持着正知正见正念的阿弥陀佛 那当然就 你念什么都对 所以我们说 本尊就是你本来的心 那你心要跟什么相应 我现在看到这个人 我就跟他聊几句 等一下看到那个 就跟他聊几句 不能说看到阿弥陀佛 跟他聊几句 看到释迦牟陀佛不理 那不对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说 常常有一句话叫一门深入 你不要闲杂 不要念阿弥陀佛 又去念释迦佛 又去念观世音菩萨 那个叫闲杂 其实这种说法 邪知邪见 它已经建立在执着上面 建立在分别上面 讲出来绝对不是正法 但它变成一个法门 你要专一你只能念什么 其他不能念 好像讲得很有道理 但根本是错的 根本是错的 所以我们学这么多 最主要就是要拿掉 我们那不如理的分别心 怎么会越修越执着 所以一有那个执着心 你会发觉 这个人越学越不自在 越学越固执 因为他观念已经错了 一定要知道 我念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念释迦牟尼佛 都在念佛 无二无别 你停在明相上 当然就有执着 阿弥陀佛不是观世音 那是谁在念 那一句话在念 阿弥陀佛在念 观世音在念 不是是你在心在念 那你心把这两个 分成两个东西 那你怎么修 怎么修出平等性 所以在理上根本就讲不通的 在理上 就用思辨去分析 这些话都讲不通 所以千万不要修那种 讲不通的行 要慢慢把这些构造 通通把它抿平 那不应该有的贴标签 要把它撕掉 哪一个人漂亮 哪一个人不漂亮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 你会欣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美 你不会欣赏 你先有一个架构 我就是要一个女儿子 一百七以上的 然后还要几公斤的 那只要不符合这个都变成丑 事实上 那个小小的圆圆也很可爱 绝对不是那个 我们只要会欣赏 什么都是美 只要不会欣赏 那什么都愁 没有客观的什么叫美 有主观的什么叫美 主观 我们常常讲的 情人言以除息失 你认为他很美 看起来很素费 很顺联 那就对了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用里面在看 那这就更应该要从里面来翻转 来训练 来进化 所以我们修本尊的时候也是一样 外面有个像是 加深你对一个庄严的观想的方便 然后要晓得是你心在观想 你的心是种子 那佛我们会说他有一个种子质 那也是一个方便说 譬如说五方佛 他各有不同的种子 那也是一种方便说 而种子质怎么产生 这是一笔一画写出来 譬如说Dum 就这样 上面一点 也是由你心所生 所以修一切法 到最后都要去找到 真正的生起处在哪里 只要是具象都还有分别心 都还绕在像里面 都还着像 只是找大像 找小像 找复杂像 找简单像的差别 但真正的我们要修的是 慢慢地透过这些 是要一层一层地把它拿掉 所以到最后 其实为什么要讲观察不反应 觉知的不反应 因为我们晓得 觉知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只要能够完全放松地 保持觉知 其实你的智慧 你的定力 定跟会有 就不断地在增强 因为你保持觉知 所以那个清楚 会越来越清楚 因为你不动作不反应 所以散乱心不卫生 放松 不散乱 保持觉知 如果能这样子 那你的消息就进了 你要认识你自己的心 就快了 那如果用不断地造作 不断地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那你要找到就慢了 因为你在造作里面 你不懂什么叫不造作 在有为里面 永远不懂什么叫无为 只要有为就生灭法 所以你从来生不起 那真正的定力 你以为定住了 但是它是无为 它是无常的 所以根本把握不住 所以要慢慢回到 回到这个东西 它根本地清除 根本地稳定 根本地不造作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那慢慢你就会晓得 因为它不是由其他所生 所以不是原生 它你要说它是什么 完全没有 所以它是空 它虽然是空 又同时清清楚楚 所以它是明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本具明 这叫空明双运 那当你空的时候 你就不着任而向 当你明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了知一切相 了知一切相 不着一切相 那这样不断地推 不断地稳定 它的能量就越来越大 那到最后就变满的 没有障碍 空明变 就在指我们心 空跟明是本具的 那你空明如果双印 随时保持空 随时保持明 慢慢地变满的 没有障碍的功德 功德就慢慢就产生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空就是法身 明就是报身 变就是化身 所以你只要修得好 当然我们现在 不可能分身 但事实上 我们现在分身是什么 随言的扮演 角色 就是分身 我今天在这边 明天到日本 还是我 那不是我的分身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 坐在这边 然后分一个身 因为那个又是妄想 但是当你 若妄想都转成正念的时候 这时候 异生生就出现 你的念力强到 可以就这样实现 那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 那是妄想 当你修到很大的能量 那就不是妄想 而是正念 差别在这个地方 基础不一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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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